所以我們整個裡面 不管這個水門有沒有打開 因為事實上這裡有另外一個水門 它是可以排水的 所以不管它的操作的狀況 其實裡面都要靠抽水 都沒有辦法重力排 因為它都已經 這個外水位已經比裡面的地面 最高的點還要高了 鹹水飯尖利的甘米香 全家吃水吃到噴噴音 地方上有反應是因為汗來排水 它的水門沒開 低輸到水沒辦法排出去 接著這一點 日市長11月14日 還在水利局長 李夢縣的培洞 全港來港 被發現是最終的這個水門 最終在地的市議員 含著農民稅民原因 依照理局長的說法是 因為感覺被放庄庫的地勢本來就比較低 跟上當時 汽水客 換來排水的水位 已經都比庄庫裡面的水位比較高 根本就沒辦法開水門 讓水來嚇出去 不過 記得有了這次的經驗如何方法 就成為農民很關心的事情 這些水門要這兩道 兩道的水水門的安全措施 就是說 自動卸水還可以 再來就是說 能夠用重力勢的強迫勢的給它撞掉 我們沒辦法人用的時候 就像這個這樣 因為今天 會 會 會 這裡有 剛才這麼嚴重 或是說我們這個 剛才說的這個 飯店上廟的這條 這條 流菊 菊花 排水也不濃 這條就是 放在這裡找什麼問題 這條 如果下來 水要排 非常慢 這條 麻煩我們下幾點幫我們 改善處長做這樣 這條是速度的問題 所以剛才這個 包括中央的看法 跟這個 剛才說這個農委會的部分 我相信 要更加用到我們在地的方向 拼勾到我們 跟對我們農民的生活 如何有影響這個經濟的部分 希望這個水利素 包括農委會 甚至這些地情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更大的幫助 也拜登市長 替我們在地的農民繼續清楚 農民的消息 農市長很認真地聽 也要典現生意 要改割 農市長來強調說 一定會來加強這個地方的排水設施 讓農民有一個修正的步驟 未來我們的加強這個地方的排水設施 不論剛才跟議員所說的水甲門 直立式水甲門 要是我們李退治理議員所說的 還是議員 還是我們理長所說的 這個東北的問題 我會要求我們水利局加強來辦理 確保我們這個地方 農民辛苦的經濟 還有一定的收入 另外 農市長也說 市政府已經有向著中央 正出到7千萬的經費 未來會用在所順和地水 並且的賓戶在這裡 設計抽水甲和自豪池 最後 農市長是在一處來表示 我們會到秀才的業務 跟立場農職務 他絕對的強力要求農委會要轉案到三天 請進來 請進來